326這一題稍微帶一下 跟各位講一下 326這一題邏輯蠻簡單 他就是希望 你這邊下拉清單 這邊有123班 如果當我現在下拉清單 假如是帶到哪一班 他就把哪一班的資料 逼到 依然的資料 就幫我帶過來這邊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 不過看起來 應該可以知道應該是蠻難的啦 但如果說今天我們用 以Sale的函數來完成的話 基本上 這個難度會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你們待會可以 到雲端上面找一下 那你可以找到第幾頁呢 其實我剛開始會講一下 裡面會用到 if small index ifl 然後去比對 然後加它roll 然後 這全部湊在一起 而且特別注意 最後一定要執行陣列 那所謂的執行陣列 外面一定要加大掛呼 可是大掛呼不是自己打的 一定要按下什麼 Ctrl Shift 加Enter 所以最後的公式 就會是在哪裡 在這裡 第2頁的 這邊 然後大掛呼的話呢 不要選到 因為實在太複雜了 之前我是一步一步講 而且第一個花太多時間 第二個的話 很多東西無法聽懂 而且做錯 也很難知道 哪邊有錯 所以 像這一題 我比較推薦 用 VBA來完成 但如果你想要知道用 函數怎麼做 你可以拿那個 第2頁裡面的 ifl 這邊 大掛呼不要選到 然後 Ctrl C 如果你要完成的話 它有點像這樣 把它貼到 這邊的 區域5的裡面的公式 然後把公式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 請你按Ctrl Shift加Enter 然後記得喔 向右 向下 就OK了 然後我們把它帶一下 第2班 有沒有 第3班 它就自己握個 OK 那至於為什麼 上面有說明 不過我後來發現 這成效不髒 大家聽不懂 所以我比較推薦你 乾脆這一題 用VBA來寫 那VBA怎麼寫 這個複製工作標 首先一樣 開發人員 那我們在這邊的話 一樣 插入一個新的工作標 這個 按右鍵 插入一個新的工作標 然後呢 名稱的話 也許我們叫什麼 叫做班級 所以叫Sub Enter Enter 那其實如果用VBA來寫的話 該怎麼寫 首先的話 我們的需求是 拿 這個 跟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比 所以呢我們可以先跑個回圈 for i 等於2到12 所以這個寫法蠻簡單的 for 所以你就for i 等於2到12 Enter兩下打一個Ness 比較一下 這個跟這個有沒有一樣 這個如果跟這個一樣的話 那就把 那他後面的這 同一列的 B欄到E欄 call到 第五列的 G欄到追欄 那怎麼寫 如果 一副 Sales 哪一個第i列的A欄 因為我們要比A欄 跟什麼比呢 等於的話 跟這個 這個的話是H2 那你可以用Range H2 H2 如果兩邊一樣的話 然後怎麼樣 把資料call過來 那一般我會先打個ENDER一符 那call的話怎麼call 這個call到這裡 特別說這個怎麼call過來 就把這個放在後面 這個放前面就好了 所以 這個怎麼表示 這個我拿這個來call Sales的第幾列 第五列 哪一欄 G欄 等於什麼呢 等於 等於的話就是把後面的資料call到這邊來 那 這個資料呢 其實就同一列的B欄 所以其實你可以拿這個來複製就好 這個 複製過來 把這邊改成B就可以了 那以此 一樣的方法 這邊可以怎麼樣 複製 貼 那把它改成 什麼呢 下一列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這邊可以 這邊改成 BCDE 對不對 BCDE 分別的話呢 把它複製到哪裡呢 G 這邊一樣 H I C 特別注意喔 這個概念 要記得啦 因為很多同學說 怎麼樣把儲存格的資料 帶到另外的儲存格去 就是這樣 複製到前面去 這個等號就是把後面的資料 要複製到前面去的意思啦 OK喔 可是這個第五列 假如說我現在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喔 他會永遠 這個就資料沒刪掉 我們先手動先刪 你會發現喔 他只會找到最後一個 為什麼因為都5啦 所以怎麼樣讓他下一個變6 下一個變7 下一個變8 還記得吧 K就好了嘛 對不對 K的初始值等於5 然後呢 這邊全部把它改成K 有沒有 然後呢 當K 怎麼樣 輸出一個之後的話呢 那K等於什麼 K加1嘛 OK 程式寫完了 執行有沒有 一般全部都撈過來 那如果改成二般的話 那我再把它執行 二般就過來 不過二般會有個問題 就資料還在 所以怎麼辦 可以在上面喔 先 讓這個範圍的資料全部先清空 再帶資料 所以喔 全部清空的話 我們可以用Range 剛剛有講過嘛 用Range 把這個範圍資料 這個範圍叫什麼 G5 到 J12好了 所以 G5 冒號 J12 J12 等於空的也可以啦 這樣 就OK了 把舊資料清空 然後再帶資料過來 有沒有 二般 那如果三般的話 有沒有 三般就過來啦 以後的話 如果你要順手一點 這邊再加一個什麼 按鈕 在這邊加一個 這邊叫班級 按鈕 然後這樣的話 你就按下去 一般就過來 有沒有 二般就過來 這個可以做個變化就是 如果你要 1到12月的報表 有沒有 你要把1月份的報表 帶資料過來的話 也不是也可以嗎 對不對 二月份的報表 或者是要撈什麼 撈哪個產品的資料 到這邊來 哪個員工 哪個業務員 哪個什麼部門 有沒有 到底都一樣嘛 所以你要先做個清單 那這個清單的話 基本上是從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有沒有 這邊就有一個 這個是寫固定的啦 以後你可以寫一個來源 有沒有 123班啦 那你將來就可以下拉清單 然後選到哪一個 按下它 自動帶過來 就OK了 當然呢 為什麼要特別比較 其實主要就是跟各位講 如果以這一題來看 假如說呢 你用那個 Sale裡面的公式 把它真的硬把它寫出來的話 是也蠻厲害的 我自己寫到最後 我已經 寫到不知道我在寫什麼 但是用VBA我覺得 好像比較知道 而且好像相對的 以這一題來看 如果我選擇的話 我覺得好像寫VBA相對的會簡單很多啦 不然的話呢 如果你要寫那個 我現在用VBA來做 會簡單非常多 OK 應該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吧 另外當然 不是 VBA不是只有一個方法啦 其實還有其他方法 甚至你可以 另外還有一個 我還想到另外一個方法 可以用篩選的 比如篩選 假設一般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一般 摳過來 有沒有 所以加 其實用Range裡面的一個方法 叫Auto filter篩選 再加Range裡面的一個點Copy方法 就可以把你篩選到的資料 摳到你要的篩圍去了 然後再把這個篩選取消回來 他就可以 把它撈過來 一樣 有沒有 可以這樣寫啦 只是說這個寫的方法 可能 這個可以再回去想想看 OK 所以請各位示篩 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我們這一期的課程 其實轉眼線 八次上課 這一下就差不多了 當然有些題目 如果沒有講到的話 請各位回去 可以自己在 稍微像問卷調查 用那個什麼 Indirect 比如說你裡面很多 問題量都是用編號 你要把編號裡面的結果 馬上做出 因為才能用 這樣的方法 才能做樞紐分析表 那怎麼做 其實Indirect一下子向右向下 全部資料繞過來 但是 這個可能要稍微看一下 其他的話 有一些題目如果沒講到的話 像什麼 所屬單位查詢 這個也是沒辦法用那個 View函數 那回去的話 可以再 試試看 那一樣 我這個 有把每一次上課的影片 都錄製下來 回去的話 可能就是自己在複習過吧 OK 好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 所以剛剛的那個 326部分 OK 我的程式 是放在 第3頁的地方 第3頁的地方 主要就是說一個回圈加一個邏輯判斷 然後 就可以把資料給call過來了 OK call的話是一個儲存格一個儲存格慢慢call 另外的話如果你要向下的話你可以用K K其實還蠻好用的 以後如果你要列個清單的話 K這個真的還蠻萬用的 我發現很多地方 我會想到 如果你資料是要一直往下放的話 那來個K就好了 好